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丹仙池中取得多大的好处 就得看各自的造化了 好强的异样之力 这丹仙池果然名不虚传 好雄魂精纯的阴阳二气 得赶紧吸收这里的能量了 东儿啊 我这就把我林家绝学清源宫传授于你 清源宫 很能打吗 清源宫不是用来打架的 这一绝学能增强身体吸收能量的速度 以后在争夺能量时 你便能成倍地零陷于别人 爷爷 现在就用这丹仙池 来试一试您授予我的清源宫了 不愧是仙池 不愧是仙池 啊 这 真是吃了大亏 下次一定要弄一步 好一点的吸收秘籍功法 嘿嘿 小子 就你这吸收速度 简直是糟蹋了这闲持的灵气啊 林家的绝学清源宫果然了得 随便施展一下就险些把雕爷笑死 佩服佩服 少说风流话 突然出来 难道只是想要嘲笑我 我吸收不到能量 师父也没得救 对你没好处 你放心 雕爷看你可怜 有法子帮你 你能这么好些 雕爷当然不会做烂好人 我有办法帮你快速地 吸收这里的阴阳二气 不过等会儿 你必须帮我一个忙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这池底有异动 八成是有灵物气息 我帮你吸收完能量后 你得去丹仙池的池底 替我查探一番 怪不得你那么在意我能不能赢下丹仙池 为食服是假 为灵物才是真的吧 你又不吃亏 叫什么汁嘛 同样都是通人性的动物 怎么小颜就那么乖巧 你就这么鸡贼呢 老子可是天妖雕 怎么能跟那只蠢猫相比 你究竟做不做 再犹豫 这池子里的能量 可就要被那两个家伙吸走了 可就要被那两个家伙吸走了 好 成交了 就是嘛 我这就传你一门精神秘籍 画气精玄 行神秘籍 竟然还能这把食堂 这个香巴郎 居然这么容易吃 好 低远镜后勤 收莫还不错 废话 丢引我亲自出来帮你 还差得了 行了 食服的能量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轮到你旅行承诺了 知道了 不就下到池底吗 没想到这池底还比有洞天 嗯 没想到这池底还比有洞天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避水妖莽 准确地说应该是避水妖莽的妖灵 妖灵 那她有多厉害 别怕别怕 她受了伤 而且灵质不高容易对付 所以到底有多强 这个嘛 看她现在的样子 相当于人类 圆丹境大圆满的实力吧 你大爷的 受了伤还能有圆丹境大圆满的实力 若是完全状态 得到造化三镜了 你想害死我是吗 走走走 别别别 嗯 看到了没 这妖灵守护的 可是阴阳珠 阴阳珠 紫月叫你香巴佬真没错 阴阳珠是担心持真正的宝贝 是在池中凝聚多年 方才形成的奇物 如果你能够得到这些阴阳珠 刁爷我保你在三个月内 进入圆丹境 不行 能拿到阴阳珠固然是好 可若丢了性命 又有何用 若是我死在这里 我一同定不会放过我的家人 臣小子 不用你动手 刁爷斗得过呀 你不是说你没有力量的吗 我是没有 你有啊 你把原力注入十符当中 借给我用一点呗 我才刚刚不如天原境后期 就算把原力全借给你 也不是避水妖蟒的对手吧 哼 你也太小看天妖雕一族的手段了 就算我如今实力不及 全胜十七万一 可要吸收一条受伤的避水妖蟒的妖灵 又有什么困难的 我帮你吸收了担心持那么多能力啊 你不会这么抠门吧 我要能恢复点实力 不也能帮着你吗 好吧 我就信你一次 怎么 凋言才刚刚活动一下筋骨 你這蠢小子就扛不住了 你 你優勁點 天妖之口 糟了 呵呵 這下我兒大煩了 你這蠢小子往哪跑呢 出口在這兒啊 跑什麼 硬梁豬不要了 可我們現在根本對付不了這怪蛇 還是先要命吧 誰說對付不了 你小子快把所有原力 都會遇到石斧 大爺的 竟然被這老鼠給耍了 蛤 蛤 這個力量是 蛤 這傢伙 還真不是一般的耗子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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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没事吧 屁话 雕也能有什么事 你该干嘛干嘛去 这次的钱我承下了 我得去睡上一阵子了 别来打扰我 别忘了把阴阳珠带走 那可是雕也拼命帮你抢 喂 牛皮锤那么大 可别挂了 嗯 刚才我见池上水汽扰洞 看来你们几个的吸收功法 都是练得炉火纯青了 还不是这个大卫王 哦 那看来灵动小兄弟 此次收获不小啊 一点小突破而已 不过 看你的脸色似乎有点疲惫 没事吧 夏会长不必担心 只是我那吸收功法 比较耗费精神力 休息几日便好 去 灵动小友 祝我万金商会赢得先持之争 多吸收些能量也是应该的 这次 柳翼和紫月也大有收获 可都要谢谢林公子啊 是的 这次多亏林公子了 客气了 叫我灵动就好 都看我做什么 我的那一局 我可是赢了 那 紫月说得倒也没错 对了 林公子先前说和血衣门 有些恩怨 第一次见你时 也确实有两个血衣门的探子 跟着你 究竟所为何事 的确有些恩怨 数日后 我和魏通相约 在盐城决斗场 生死决战 什么 和魏通打 你这小子不要命了 那魏通 可是袁丹靖小圆满的强者 可不是今天 那半桶水的将力可比的 不知道灵动小友 何处得罪了血衣门 竟要生死相搏 我 杀了他们的副门主 谷颖 啊 那谷颖似乎是二婴服尸吧 你这小家伙 竟然把他给杀了 难怪是要生死相搏了 谷颖放我林家 我也是不得已而处置 唉 那谷颖为人阴险死了也好 对了 我想请灵动小友 在我万金商会 挂个供奉的名头 不知道灵动小友可愿意 哎呀 这样我们可真的是一家亲了 以后林家的事 就是我万金商会的事 什么血衣门血狼帮的 我们都要同仇敌凯了 既然如此 就多谢夏会长好意了 对了 林公子 魏通之战既已破在眉睫 你对此战可有几分把握 这个 怎么 有什么困难 不瞒林公子说 血衣门向来以血狼帮为首 血狼帮又是我万金商会的大敌 若是你此番真能干掉魏通 对万金商会也大有弊意 为我们立下大功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 我们鼎力相助 实不相瞒 如今我吸收了如此多的能量 却缺少有力的功法 将其炼化到自己的原力之中 二位如果方便 可否帮忙留意一下 言成中可有什么厉害的功法秘籍 这事确实不易 不过算你运气好 这是前几日 我们商会费尽周折 才卖来的一本秘籍 三阳诀 此功法能助你打通周身十五刀经脉 既然林公子开口便赠予你了 厉害厉害 多谢苏总管 想必这等稀有的秘籍 一定花费不小 林栋一定偿还 林公子太见外了 以后叫我苏姐就好 苏 苏姐 苏姐 好?" 苏姐 以后 她准备死于 Glan 杀 担心持异性消耗的原力 终于恢复了 该试试这些宝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